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那有一些热点的活动啊 一些热点的话题 在中国大陆啊,很容易一下就铺开 比如最近最火的是什么呢 围炉煮茶 就这个晚上啊 用炭火弄个小锅在上面煮茶是吧 谁都没想到啊 从前年到去年露营开始爆火 到露营之后呢 有很多人在户外进行喝茶煮茶 这个和国外露营的那个 拿着那个搅咖啡的那个小机械 有点类似的意思 就表现了某种情调是吧 那实际上这个煤炉煮茶啊 我最早的时候搜索相关的工具的时候 我第一个搜的是氧气的检测的设备 或者一氧化碳检测设备 发现还不便宜啊 基本的能还四五百块钱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能缺氧 这个东西首先咱有基础的化学和物理知识 是吧 你说维炉煮茶烧的是 丙丸气或者是其他的碳火 那碳火不用说了 它燃烧肯定是不充分的 有一氧化碳啊 空气会缺氧 那丙丸气呢 或者丁丸气呢 燃烧完之后 废气会略微少一点 但依然也会缺氧啊 所以呢 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 但是你要在户外啊 在帐篷以及车就是说这个房车 或者是露营车里边 那要看你的密闭情况啊 如果是密闭状况非常好的帐篷啊 就是隔雨效果很好 地铺就是这个地面的这个铺 铺设物啊和帐篷连接比较紧密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缺氧啊 我一直对这事呢 是心里犯了点忌讳的 我觉得呢 围炉煮茶的时候啊 最好呢是在开阔的位置来住 但是呢 很多人现在呢 已经夸张到在家里围炉煮茶 甚至在卧室内 这不是刚刚啊 看到个消息 说扬州市啊 一对母子呢 在围炉煮茶的时候呢 门窗关闭啊 造成燃烧肯中毒 死了 那么28号在扬州人民医院啊 据了解呢 有一对母子呢 在家中围炉煮茶 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50岁的儿子和70岁的老母亲 在一个铸铁炭火炉上边 围炉煮茶 然后呢 那这老人啊 很多住的房子呢 密闭情况都比较好 甚至都呼一下 在东北大家知道都呼窗户 在冬天啊 南方啊 如果你窗户呼不严 也是非常冷的 有去难事实的情况下 所以呢 可能在一个密闭非常好的 这个小的室内 就造成了缺氧和一氧化碳中毒 最后的结果呢 是不知身亡 所以围炉煮茶的时候啊 你最好啊 是用电炉 或者是酒精炉 你要用碳炉呢 一定要在开放的空间下用 因为木炭啊 不完全燃烧的时候 会产生氧化碳 如果是用气罐 稍微好一点 但是它一氧可能会缺氧 这个缺氧 相对来说 比一氧化碳的危害 还是要小一点 另外你稍微啊 有点这个头疼啊 难受的情况 就赶紧出去呼吸吸烟工具 停止这个围炉煮茶的活动 我都不建议啊 就是普通的 你在这个老百姓 在家里边用碳火炉来煮茶 你去饭店吃饭 会发现碳烤的火炉也好 还是韩国烤肉也好 上面都有一个抽排烟的 那么一个桶子 它是强排风 强制通风的 它这样的话 加快空气循环 你如果说 这个室内烧烤 没有任何的排风措施 第一个你人受不了 第二个呢 眼睛受得了 你的大脑也受不了 会缺氧 这就是围炉煮茶啊 给大家提个醒 那么很快啊 天暖和了 我们也会在室外 围炉煮茶 给大家送出新语 希望大家呢 到时候给关注啊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